我家要什麼鞋他都知道 對 然後我說 你怎麼會知道 開我們家的鞋櫃 真的嗎 翻你的鞋櫃 翻你的鞋櫃 翻隔壁的鞋櫃 他都知道你幾雙鞋 什麼牌的 什麼顏色的 然後把它整個弄成像 網美露營風 哇 我知道 然後我後來一看 不會啊 那就是 我朋友他們都是念那個 國際學校 然後他們發現說 因為他們都 有一點就是比較不一樣 是他們穿便服 然後只要便服的話 就每天就不一樣 每天不一樣就完蛋 因為一早起 他們說早自己的時候 全部 尤其是女生 就說你今天穿著什麼牌的 我在雜誌上看過 應該是L牌的 你這個我這個D牌 我媽媽上從米郎買回來的 開始那些不穿名牌的 就開始被排擠 慢慢的做小組活動 都沒有她的份 然後大家要出去玩的時候 也沒她的份 然後媽媽問她為什麼 晚上還在哭的時候 她在看她日記裡面 發現說 所有的女生 都在排擠她 叫她沒有服裝品位 叫她家裡沒有錢 叫她穿得很好笑 有一次她說好 那她就穿一下 想要擁和她們 她說好不容易穿一個 比較貴一點 一去以後 她說一樣被笑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上一季的東西 啊 十幾歲 小朋友看得出來是過季的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而且這個名字 法文念得超順的 你知道嗎 那你說小孩這樣 那家長更不用講 送完小孩了 穿著短裙做完幹嘛 那不然我們來下午茶好了 不然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兩點的時候 我們約一下 然後更好笑 比如說約在大湖公園 我說啊 約在大湖公園 這不是貴婦都是去飯店 或者是有名的校場 沒有 我們家就是 比較我們去不一樣的地方 反正在大湖公園的湖邊見 我說啊 湖邊見 你知道嗎 她還發給你那個地點 我說好 還好我那時候先去 因為她約兩點 我一點就到了 想說停車停在那 然後想說順便等他們來 就看到一幕我也嚇到 就是那個點本來都沒有東西的 對 忽然就來了一台貨車 貨車來了 然後呢就看到一堆男男女年輕的 下來開始佈置 本來是一個落雨鬆 那種所謂的那種野外的環境 她開始牽燈 開始用帳篷 開始用椅子 然後把它整個弄成像 網美露營風 哇 然後後來看不對啊 那個就是隨後跟那個 他們的秘書跟他們司機啊 全部人都下來弄 弄的超漂亮的 你知道嗎 一拍照就馬上就有feel那種 然後還寫 各個家長的名字什麼的 都貼在上面 然後呢我看到快1點50的時候 又一台賓士車來了 天啊 然後就是那個貴婦來了 然後那個貴婦就把他做到主桌去 後面就陸陸續續的貴婦來了 我就聽到所有媽媽說 哎呀宋哥你好棒 你好會 好會那個布置好會打扮 然後我就聽到宋哥那個主辦人說 對啊 我以前就是做這個什麼室內設計 沒什麼啦 就喜歡做這些小東西 你看啊我擺了 我擺了 你看這多漂亮 這花我多選了這樣 貴婦就是要這個面 說你看我做的多好辛苦喔 這樣 好不好這樣 那我實在聽不下去 很想講說 我剛剛在車上睡的時候 明明就看到我們是你 所以被排除了 不只是 不只是小孩子 連家長也會被排除啊 對 然後你又不能打腫臉充胖子 是啊 那也是一筆錢啊 可是你這樣子不加1 哎你會害到你小孩喔 兩男啊 沒有我們小孩 就因為爸爸媽媽在餐桌 他不會顧小孩有沒有在聽 然後他可能就說 哎那個某某某家長 叫他加1要不加1耶 包包買不下去啊 什麼什麼之類 我們是聖誕節 然後聖誕節的時候 他也是弄一個 第一個包包 第二個相分 然後第三個那個 什麼鞋子 對 就像你說 哎 名義上是要你選 選1 2 3 那我跟我老說 選了1 2 3 那是不是表示我們要 加下去 對啊 10個人2萬1個人 不就要2千 那好笑的是 送啊 真的他沒有送 送去以後呢 他老師當下有收 第二天喔 第二天 馬上就退回來 然後就說什麼 那個星影我把卡片收下來 但這個禮物就還給你們 包包擠回來 對啊 10幾個20個人了 怎麼辦 一個我要拿把手嗎 還是你要拿那個 還是你要拿扭扣 現在怎麼辦 拿去那個廁所店又沒有錢 你知道嗎 剩下10分之1 到後來打個大概 沒煞煞 你知道嗎 所以都盡量這種事情 就是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大家都很累 就單純一點嘛 不大家來比行頭的 像明明比有時候 喜歡買一些那個小香包 對對對 然後他就帶帶帶 然後有時候在那個店裡面 他說 今天這個色 你不是有四個色 今天是其中四個色裡面的一個色 然後那時候 明明臉 臉就綠掉 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有四個其他的 四個其他的顏色 但是都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那時候 不好意思講 第二天他又拿來說 第二個顏色 第二個顏色 下次再讓我看一下兩個顏色 我想看那個 兩個新的顏色 說怎麼會四個顏色 你都知道 然後後來發現是 他會去關注你的臉書 然後甚至是有時候 他會坐在那個 你知道拉比不是都會有監視器 各個那個電梯啊 上上下下 然後還有所有監視器 他無聊就在那邊 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就在那邊一路看 所以他知道你家幾個人 什麼時候出路 什麼時候出了什麼 穿什麼那個 然後最好笑的來 有一次 咪咪穿一個鞋子 然後那時候要去 錄一個通告 他可能是上半身穿 白的 下半身穿黑的鞋子 然後好久不久 電梯打開就是那個鄰居 怎麼會搭這一雙呢 你怎麼會搭黑色 你覺得說白色很好看嗎 好怕喔 他怎麼搭黑色 我家要什麼鞋子 他都知道 對 然後我都 你怎麼會知道 然後後來 我們才知道他怎麼知道 他去經過我們家的時候 開我們家的鞋櫃 這個 後來我們看到 翻你的鞋櫃 翻你的鞋櫃 翻隔壁的鞋櫃 看 他都知道你幾雙鞋 什麼牌的 什麼顏色的 都一清二楚 可能退休了吧 每天都是在看 每天都是在 有一個靈魂 非常難怪 我應該會找到 我的鞋櫃 太陽 我應該會想說 我應該會找到 你 我應該會找到 我應該會找到